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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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需要拿着水管给全摄冲水降温 最难熬的就是夏天高温下全摄几十条犬 同时集中在一块儿 散发出来的气味 多时让人吃不下也喝不下 可以说是晴天一身寒雨天一身泥 爱美呢 是每个女孩子的天性 生活中我偶尔也会画一个漂亮的小妆 买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的 但是因为工作原因很少有穿出去的机会 到目前为止我一共带出了三只公勤犬 他们在每一次的大型活动安保 各种大型演练在当中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很多时候爸爸妈妈会因为我选择这份工作 心疼我 他们总希望我能做一些轻松安全的工作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这份工作 能够给我带来的这些开心呀 开乐 受谈期会不到的 我和金犬们一起成长 也一起为公安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每当带着他们完成保障任务 安全归来 看到他们兴奋的观望乱跳 那么成就和满足 再累也就值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